全们拿起工具练习植菌 为了发展临下经济 领悟局24号在阿里山乡 办理临下经济研习课程 邀请众姑达人 教导族人运用森林资源 族人希望透过研习 解决种植时遇到的不同难题 刚开始种嘛 有的那些菌种 要怎么去 要怎么去养 我们这个都还要去问老师 因为今天新来的老师 我们也听听看别的老师 他们怎么教我们端木香菇 听一听学习学习 我们有成立一个农林合作社 就是为了这个我们临下经济 讲师表示 培植端木香菇温度 湿气是关键 加上不同菌种 适合环境也不同 如果族人想投入端木香菇培植 可以先判断土地的树种 海拔高度以及环境湿度等 如果你自己的林业用地上面 有适合种香菇的 好比杜荫啊 或者是枫香 还有一些科朵科的话 那就可以很轻易的进入 然后特别选一些比较潮湿地 或者是半日造的土地 或者是你的林下 有很多菇婆域的地方 那都很适合来做这个 传统林业用地只能透过造林来获取利益 但成本回收动辄二三十年 因此林下经济 今年使用选茶作业要点通过后 林物局也开放 范木香菇 金线莲 森林风产品 有效运用森林资源 在维护环境同时 也带给部落更好的经济收益 林立新闻当部 加以阿里山采访报导